好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篇文章 首先读最上面的标题 好 看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Against the flood 指的是抗洪 对吧 就完了 后边是个马文康 对吧 马文康 好 结束了 那么上面告诉我们跟洪水相关 好 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文章层次啊 上面都是一些像小说题啊 描述比较零散 我们说过了 可以把小说分成四分之一 对吧 好 这个部分呢是开头 这个部分是发展 发展到高潮阶段 然后到收尾 对吧 一般是这样的分布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题目 第一题 这篇文章呢是一种fictional account 是一种什么的虚构的描述 对吧 一个男人的经历 好 跟海洋之间是什么经历 对吧 那在一开始不读文章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一题 其实也可以帮助你理解文章 那就是一个男人 他回忆自己之前的一个经历 对吧 跟什么经历呢 跟海洋有关 好 我们先看第一题啊 他提出了好几个插曲 有关一个男人的生活 好几个插曲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二个选项 他来描述什么呢 一个personification 然后illustrate the man can control the forces of sea 就只是来形象解释 一个男人呢 可以控制海洋的力量 第三个选项 提供一个印象的一种portrait of the sea 对吧 对这个海洋进行描述 然后说他是有powerful force 算好象 offer concrete specific details 提供一些细节 还有一些这种 concrete具体的 about elements of the sea 然后有关这个大海的各种细节 对吧 这就结束了 好 第一题 我们在一开始 不是立即能做出来 我们只看第二题啊 那么指的是 这个view from which passage 然后is told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narrator who 对吧 就是说这个 narrator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第一个mistrust 不相信K 对吧 不相信K的原因 第二个选项 定义他和K的关系啊 第二个讲的是 定义他和K的关系 好 那么第三个选项 review his or her actions 对吧 对他行为一些reactions 一些反应 然后再往下 understand他的inner thoughts 理解他的内在思考 对吧 好 注意啊 他作为一个 narrator 这个人对K这个人怎么着 对吧 这道题做不出来 好 但是你发现没有 两道题都做不出来 之后快崩溃了 但是提看家选项 一定要先读 有助于你理解 这些整篇文章 好 我们再往后看第三题啊 6到67 终于出现一个旧型 对吧 但很不幸的是 选项突然出现这么多航号 好 无所谓 我们看一下 6到67 refer back to K的什么 对吧 好 第一个 他的观点有关什么 有关太阳 对吧 about the sun related 有关太阳 第二选项 说encounter with the sea 就是遭遇到海洋 第三个选项 观测的 就是观察他的 guest house hotel and hostel 就指的是观察在海边的这些建筑 参考一下 view of the salt production field 就指的是那些盐厂 对吧 制盐厂 好 那么看66到67 讲的是什么东西就好了 并且做好标题 做好笔记 这一段 对吧 他就开始担心了 hear in front of this immensity 就看到这种庞大性 然后which seems simple absolute power 就像一种力量 yet at the same time he felt a sense of joy 他就感觉到高兴 a lingering of serenity he had touched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他的海洋 对吧 in front of this this immensity 那就一定指的是 他面对着这个海洋 为什么呢 第一题第二题 你告诉你了 他是在对海洋的 一种力量 对不对 好 你再往后看的话 he had seen the sea 对吧 就是他看海 所以说 这个他讲的内容 虽然没有提到一个字 提到海 但是呢 跟以下的感觉是一样的 那么你读他的时候 结合前面题目 就一定是他看着大海 对不对 因为第一题第二题 你看第一题描述的是 当然你个人生活 描述大海 然后描述一个大海 对吧 两个选项都在讲大海 第三个也是在讲大海 对不对 好 所以 他一定是在这儿 看着海 哪个选项跟海有关 我们把它选出来 看一下1234 第二选项有海 对吧 再去看35行到51行的信息 看讲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好 35行到51行 从这开始 这种波浪 对吧 surround 然后 这个footstep 这种脚步 是吧 然后 grue louder 就变得更大声了 然后 some inner force 内在的力量 有关这个波浪 是不是都在讲海的 对不对 波浪smacked 又是波浪 flash 然后他就感觉到 这个沙怎么样子 对不对 好 下一句主句啊 他就闭上自己的眼睛 好 那么结束了 对吧 enjoy 就是一种享受 所以 跟上面有关的 就是他的这个 波浪大海 对不对 好 那么in front this immensity 然后他看起来是一种 absolute power 就是一种力量感 感觉也是一致的 所以这道题答案呢 应该选择是 RB 好 明白吧 这叫做体间关联 对不对 所以我讲了 在第一题 做不出来 不用担心 因为你当完成第一题的时候 阅读体干加选项 你已经大体理解到了 三个选择都大海 对不对 那这篇文章 一定会讲很多大海 虽然我不知道 它是正确还是错误 对吧 但是他提到大海 是一种反复重复的概念 那么这篇文章 肯定跟大海相关 好 那么底下这道题做完了 然后再往下 再做第三题的时候 那么 猛然间看到一个选项 跟大海有关 还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再返回来 看一下第二题 这个narrator怎么着 不信他 描述他和他的关系 然后描述他的一种反应 理解他的内在思考 对吧 这时候你读完之后 你再返回到原文 好 返回到原文 好 返回到原文的话就是 他感觉到这是一种力量 同时他感觉到一种joy 对吧 他touched 有一种worry的存在 好 那么再往上 这个地方 又是some inner force building in this wave 就是内在的力量 对吧 所以他闭上 大家一睛眼睛 所以上一题啊 再结合体现关系 有一个选项 说是内在的思考 我们先把它留下 这时候这道题 打成问号 对不对 因为在读上一段的时候 感觉到了 跟这个选项里边 有些交集 我们就留下 结合体现关系 一定要注意啊 好 我们看第四题 第四题问得非常霸气 因为他说的是 1到67行 然后题杆问的是 以下哪个最佳表达 K感觉到 在他的experience at sea 对吧 就他和这个大海之间的 一种经历 或者叫经验 好 然后1到67行 是什么 那这个题杆怎么破呢 他感觉到 在他的经验中 你结合一下体间关系 好 刚刚结合的题目 都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好 第一个选项 overwhelmed by surrounding gloom 对吧 就是他有一种 overwhelmed的感觉 被周围的一种 gloom gloom什么的吗 忧郁 对吧 好 所以才有gloomy嘛 对吧 忧郁 第二选项 peaceful and inspired but slightly uneasy 就只是他 他内心非常的peaceful 并且inspired 但是呢 有点点 uneasy 好 那么当你看到 这个选项的时候 是不是要结合体间关系 刚刚读过 在哪一行读过 在这一行 对不对 a faint worry rose in him 然后呢 in front of immensity 面临这种 immensity的时候 yet 在同时呢 他就感觉到 有一种 joy 一个lingering 指的是 久久逗留的 在那一直逗留的 一种 sincerity sincerity 指的是一种宁静 他touched 他接触到的 对不对 还是一样的 结合体间关系 就是有些题 在一开始 你可能会认为 wow 这是一个难题 对不对 我解决不了了 但是 照就是 知道题干 问什么 加上选项 去读 读完之后 比如说第一题 然后你了解一下 三个选项讲大海 然后你再进入到第二题 第二题虽然也做不出来 但是读一下选项 读到inner thoughts 对吧 这个也做不出来 做到第三题的时候 66到67 然后你感觉 跟第一题之间是有关系的 所以第一题和第三题 之间是有关联 对不对 好 他说66到67 他感觉到的是一种力量 但没说什么力量 但你想啊 上面刚刚读完的 第一题 他就是在讲大海的力量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再验证 这是大海 看哪个选项 跟大海有关 35到51再读一下 就可以了 当你读完35到51的时候 你突然会发现 好 那么像我们的第四题 好 这个时候 你把前面所有的信息联系上 它是一种什么感觉 1到67 直接读选项 发现第二选项 就已经对应了 对吧 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第四呢 他前面说不好 但是后边呢 不能休息 然后再往下 carefree 无忧无虑 然后呢 but tired 好 所以这个选项 前半句是个 加 后半句是个 减 好 这个是 减 减 对吧 overwhelm surrounding gloom 对吧 这是一个 减 就是因为这个忧郁 整个淹没了它 整个都是减 而这个选项呢 是 加 和 slightly uneasy 减 对吧 好 那原文呢 前后 这是一个 它是一个worry 但是呢 还是slightly uneasy 都一定是 加减加减里面 所以这两个答案 有可能是 但问题是 原文没有carefree 和tired 而是一种worry 和satisfy 一种感觉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题目 做出来了 好 这是根据提前关系啊 我们再往后验证 看一下体间关系 继续的影响 所以我们做题 并不是单独 是为了解这道题 好 是为了看这道题 怎么解决的过程 而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的是 这道题 读完之后 你想文章 应该讲的是什么 然后下一道题 思考跟上一道题 之间的关系 好 这样子 把原文的信息 就建立了一种关联 明白了吗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第五题 One main reason 对吧 这一个主要原因 Last two paragraphs 注意啊 最后两段 68到89 好像反过来一样 对吧 好长 For the narrator to describe K 他的第一次遇到 跟这个大海 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好 第一次和大海相遇 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好 那么看选项 第一个 加深了读者的一种理解 理解什么呢 有关大海对他重要性 好 加深大海 对于他这个人的 一种重要性理解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说 描述了一种欲望 指出在早期的 指出他的一种欲望性 好 那么看第三个选项 他说 Reader's understanding 当读到这个选项 我们之前讲过 当两个选项 都在有交集的时候 这时候答案特别容易 从这两个选项里面出 因为根据测试学的原则 对吧 要不然这两个选项 直接做 那就直接排除了 要不然这两个选项 对其异 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下 对其异的概率 会更高 对吧 所以你要关注一下 但问题是 到最后一定要验证 他说这个 读者的一个 understanding of K 对吧 对K的理解 是一个someone 怎么着 who has made sacrifice during Ming Dynasty 就指的是在 明朝所做的一些牺牲 哇 这时候你读文章 突然感觉到 是中国人 对吧 好 那么再往后 reviewed significance of woman 就指的是 女人的一个重要性 对吧 好 一个比较重要的女人 好 这时候你再看 68到89 好 68到89内容 68本身从这个地方出现 一直往下走 但是呢 我们以读主句为准的原则 对吧 然后他 had at the scene at the first time 对吧 他首次遇到这个大海 当他多大的时候 猴跳 就这个meeting呢 就是给出一个印象 这个印象 never gone away 从来没有离开过 并且他sense those memories 好 他就有一些记忆 然后后边说 人类呢 来自于海 对吧 人类来自于海 再往下 他已经读过 read it that somewhere 然后直接下一句话 他的ancestor 就是一个children 然后呢 of lady 是吧 就是谁的这个儿女 安臭 对吧 好 那往下 应该是个 应该讲的都是粤语的名字 再往下 he forbearers were tattooed 对吧 他就是纹身 他就各种纹身 然后再往下 he loved the stories 他们的生活又是 an legend burn like star 就像星星 他就比较喜欢这些故事 好 forced drive parlor 然后再往后 这些大海 first meeting with 然后呢 他就 这个跳过啊 我们看后边 这k呢 就had come face to face with something invisible an magnificent stook outside of time 好 就在时间之外 对不对 面对大海 受你脑海里面空灵一切 对吧 就这个概念 好 所以我们读完之后 我们感觉到 不就是这个人 对大海的 各种感觉 对不对 他的祖先呢 他forbear 什么tutu 他就爱这个故事 然后这个人就有记忆 他遇到大海 这个大海 好像激发他所有的一些思想 对不对 一些思考 这是我们看选项 第一个是读者理解 对他重要性 那么先留着啊 这个说他的一种欲望 没有讲欲望吧 如果讲欲望的话 原位必定会说 他想去做什么事 want to desire to 这样的信息 第三选项 前半句没问题 我们看后边 说他做的一些牺牲 错了吧 没有讲他牺牲的概念 好 最后选项 讲的是一个女性重要性错 他一直在讲大海 所以这道题答案呢 我们集中 选择a选项 就可以了 所以第五题搞定 明白吗 又是一个提间关系 相互的一种影响 得出的结论 这篇小说 好 任何一个ACT的小说 我们都可以下一个定义 就是 没意思 对吧 因为他的故事剧情啊 他都不像ACT文章 那么的比较深刻 好 即便他这么没有意思 但是我们根据 提干关系 提间关系 建立出来一个关联 不就是一个人看大海 这个大海对他来说 很重要吗 好 那么 这个时候 其实做到这儿 我们已经读了很多信息 对吧 你看画线的地方有很多了 其实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第一题搞定了 第一题 说这个男人的生活的插曲 第二个选项 说一个女人 然后illustrate 他就可以控制大海力量 大海力量倒是有 但是没有讲动词概念控制吧 第三个选项 给出一个印象派的 partial of the sea 对吧 它是一个powerful force 然后跟这个human spirit 好 所以这个选项 我们留下来 应该选择c 再好像最后一个 提供一个concrete specific details about elements of the sea 然后来 demonstrate 它不是一个mysterious 对吧 它不是一个神秘性 好 那么这道题 过段选择来c选项 一样的 这就是在培养大家 一种良好的心态 就是 我可以先不去那么 整条文章那么去读 因为 这个时候 它可能要求的是 你的一种 阅读速度 阅读要求的所有的基础性 词汇 语法 都搞定 然后 你还要知道文化背景 你还得注意 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的记忆力 够不够 你读完以后 能不能记住 对不对 有这么几项残酷的要求的时候 我相信同学在做题的时候 读完文章 你还会回到原文去找 其实 到最后就没有时间做题了 因为我们分配到每道题的时间 真的很短 要求三十秒钟 对吧 好 你必须要结合 题杆读完 快速画出题杆关键词 知道题杆里面问什么 第二个 选项读完 画出每个选项 所强调的核心 然后 这是画选项的对象 主题对象 然后呢 再看一下 能不能做 能不能做 就在于 题杆有没有 行号 有没有大写 有没有 手末段 就告诉你的信息 当然 这小说的一般文章 手末段 我们只读手段就行了 然后 没有的话 直接切换到下一题 注意选项之间关系 不停提到对象是什么 然后 再结合体前关系解题 就可以了 好的 所以啊 这是我们前面的五道题 对第一题的一种影响 好 那么 其实打问好这道题 Narrator 后怎么着 还是他的一个 自己在不停的想 对不对 好 没有讲mistrust 这是一个副想概念 然后呢 他跟他的关系 没有讲两个人出现 一直在讲这个K 对吧 第三个选项 他 反映他的行为 也不对吧 应该是讲的是 这个人 自己在想些什么事 没有其他人介入 好 我们看第六题 在first three paragraphs 就在前三段啊 这个前三段 就一到二十行 虽然他告诉你的行号 非常多 但是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要读的话 就以每句的主句 这样去阅读 不要读太多 不要把很多细节 从句都读进来 因为错误选项 好多都藏于从句 当你还没有理解 主句概念的时候 你这样去看从句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明白吗 因为主句 是承载核心信息 从句 非完整句 它都是表示的是 一种解释信息 我们找核心 当你核心找到 需要解题 再看解释信息 因为题干 需要被选项解释 对不对 你要找解释 但是解释 不要一开始读就好了 好 我们看这个 继续看第六题啊 第六题说的 在前三段啊 在这三段中 作者描述了以下 那个element 有关k的surrounding 对吧 有关k的surrounding 然后except什么 就它周围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直接可以读选项啊 except一定要先读选项 你到原文找 那就哭都哭不及 第一个选项 沙子的颜色 对吧 沙子的颜色 第二个选项 appearance of traces of the sea 对吧 seafoam 就指的是 这种海滩的泡沫 其实在这边 脑补一下一个信息啊 就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 就是这个海浪拍着沙滩 其实是在不断的分离 海中的一种有机物 明白吗 就是它通过这种泡沫 可以把有机物给分离出来 好 为了维持大海的一种干净 好 那么 这种第三个选项呢 说云的shape 第三个选项讲云啊 第四个选项说的是 moment of an all night freshman fisherman 好 就指的是那种 all night 是吧 整个都像熬夜一样 fisherman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一到二十 它就beach 对吧 然后再往后 short measure 再往后 我们扫一下啊 giant wave啊 这个是波浪 然后这个水呢 就edge of the sand 对吧 然后就是这个 到这个sand的边上 然后呢 licking like 怎么着 然后再往后 它就是half 这个人怎么着 这个人怎么着 dream 对吧 然后再往后 first light like the door 对吧 就指的是第一个光 就像打开扇门 天上 purple cloud 云层 对吧 云的形状 就像一个什么 好排出一个选项 然后再往后 这个阳光 然后beach 然后它的shape 然后就 onto the sea and under the shore 是吧 好 把它画下来 然后呢 the strange 然后between the new day slow melt in darkness 对吧 然后再往后 open the book the faint 什么voice 什么声音 再往后 wave 对吧 这个wave的声音 然后再往后 white croquetraces foam 对吧 也只是在排出一个选项 好 再往后 the soft 这个all fishermen 对吧 也提到了 所以这个选项呢 到最后 我们把其他都排出掉 就没有提到 沙滩上的颜色 所以第六题呢 我们应该选择 f选项 就好了 好的 accept题 大家需要在这边注意的是 t干 加选项 一定要先读 然后呢 返回原文验证 就可以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七题啊 the word h 25行的h 然后呢 指的是什么 对吧 25行的h 好像托福的指代题一样 一样的可以看一下选项 就是 sought taste 盐的 咸味 第二选项 chaos his life 他生活的chaos 第三选项 安静的 第四个选项 all noises travels 对吧 就只是各种各样的噪音 还有各种各样的travel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25行 他描述的信息 25行呢 应该从这儿开始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为了保险起先 我们从上往下读吧 在这些声音下啊 那上面就指的一堆声音 然后呢 一个silence 是吧 在这些声音下 是个安静 好 那么 刚才选项有个讲安静 把藏好读一个tempo 然后怎么怎么着 这个sought taste of the sea 然后呢 permitting things 穿透它的感觉 然后suzing the chaos 对吧 就是把这个chaos 全部给它和谐掉了 好像所有选 都有啊 藏好后 silence 是吧 然后呢 of all noises 指的是安静 是吧 然后呢 看它的动词 是吧 somewhere in it 就指的是 silent as 怎么怎么怎么 是吧 然后呢 fasten the shape of the sky and the sea in early dawn 就是看它的动词 就是安静这个东西 然后呢 就fasten to the shape of the sky and the sea early dawn 对不对 somewhere in it 就指的是 它的一种vague sense 它是一种感觉 对不对 就是silence as the melting of all noise 就是把所有的 这种声音 全都是给 融化掉了 然后呢 fasten的什么 are some more in it 当然就指的是silence 对不对 好 所以25题呢 这个 这个 七题 应该选择的是silence 是吧 silence 把所有东西都 融化掉了 好 所以 它应该是 c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八题 第八题说 在48行 the word lightness 对吧 轻的lightness 它意思是什么 还有第一个选项 发光的 对吧 发光发亮的 第二个选项 dimness 就是这个 不发光发亮的 是吧 dim 暗暗的 第三个选项 lightness 火泼的 第四个选项 waitless 无重量的 对吧 每个选项都不一样 但是48行这个词 然后原文指的是什么 我们看48 一定要看原文啊 48 45 46 47 48 好 它就体会到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呢 the sensation of lightness sensation 就是有这种感觉 然后 那怎么着呢 sleep away from communication of troubles in the haste of blowing floating 能飘起来 对不对 那当然就无重量了 然后ask him to come here 好 结束了 那就是它进入一种 lightness状态 sleep下去 是吧 滑下去 然后就感觉没重量 是吧 floating 飘啊 好 所以这道题答案呢 应该选择是waitless 对吧 无重量 好的 这就是词汇列解决 你必须要 不管这个单词 你认不认识啊 你都做出一个选择 你就是必须要读下原文 所描述的信息 明白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九 当k这个人发现啊 这个landscape around him had a change 这个人发现周围的一些风景啊 一些景观全变化掉了 然后他最初的一个反应 就是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看52到53 他提供的信息 但是在看题之前呢 看选项 呃 观察这个new的site 是吧 一个新的一种 呃 眼前的新的东西 好 第二选项 呃 consider where he would go next 就想 嗯 接下来去哪呢 再往下 speculate how he had reached the new surrounding 就在想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对吧 就像一个人突然 呃 晕了 是吧 呃 中了一拳 或者晕了 然后醒来之后 就像那个下楼头反倒 对吧 然后 在马桶上 然后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 呃 就是我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对吧 就这种感觉 再往下 wonder who lived in the village he could see 对吧 就是 谁住到这个村庄呢 好 跟村庄有关 记住好 这个提卡问的是 它的最初反应 52到53 它问的最初反应 看一下52到53的信息 从这儿到这儿 after a while 就是他睁开自己的眼睛 landscape 已经变了 对吧 他睁开自己的眼睛 然后太阳 就变了怎么着了 对吧 然后呢 sitting cloud 就怎么着 curve就变了怎么着 好 那么你看 后边全都是一堆变化 对不对 那他睁开眼睛 周围一起变了 那他做的第一个反应 是什么呢 是不是看啊 对不对 好 所以啊 就是 其实在这个北美式的阅读考试里面 他考的就是无脑 不是脑补 对吧 不是看谁的脑子想最多 然后你去脑补信息 就一定看谁无脑 就原文怎么说 我就怎么选 他睁开眼 不就看周围吗 对不对 所以他看到了很多东西 对吧 好 所以这道题答案呢 直接选就行了 就是看他周围 一些新的一些东西